大家好,我是GoMice的中文部分析主管Jacky 最近澳大利亚的天气逐渐变得很好 阳光明媚的很多朋友开始考虑出去旅游 或者想要出去自驾 大家这段时间都憋坏了 想出去走走 但是跟团又不太敢 毕竟人多也有风险 所以大家还是短途会选择自驾 私密性好,自由也安全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叫关心油价了 OPEC会在8月3号召开增产会议 如果那个时候增产会议确认 大家都要增产石油 那么未来的石油价格就难以大涨了 基本上就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年底或者明年初 应该就会回落 那么最终会降低我们的出行成本 不过因为澳元也比较弱 澳洲是进口石油 所以说可能对澳洲华人来讲 大家可能在下半年石油价格 还是会难以大幅度回落的 那么如果是想要出国旅游的 那么其实我们还是需要看一些旅游网站 那么包括他们的机票啊 或者是酒店套餐 都可能会比我们直接订要稍微便宜一些 那么我们在旅游方面 澳洲华人能够去关注和了解的投资呢 首先就是Fly Center了 因为到处都能看到 门店很多 那么我们华人手机上也可能会有协程 叫trip.com Fly Center的话 大家熟悉啊 就是它的业务呢 主要是零售客户和公司客户 零售业务呢 占公司整体的收入是40%左右 那么在2021财年的收入呢 这个业务占了1.56亿澳元 同比下降了86% 那么公司业务呢 在2021年财年的收入呢 大概是2.16亿澳元 同比下降了70% 那么这部分业务占公司整体收入的55%左右 如果是按地区划分的话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地区业务呢 占公司总业务的45%左右 欧洲和中东的地区大概是占20% 美国呢 美洲 北美大概是占28% 那么Fly Center在今年表现还不错 整个公司相半年的财年的交易总价值呢 大概是接近100亿澳元 那么比2021财年呢 是要高了2.5倍 但是公司依旧是亏损的 所以说对于旅游业务来讲 尤其是机票业务啊 可能1000块的机票 最终Fly Center的利润呢 只有50 是利润率比较低的一个行业 但是呢 整体业绩呢 已经开始快速回升 所以说如果未来国际航线开放的话啊 那可能利润率还有继续上升的空间 因为现在呢 像我们回中国呀 出去玩啊 去泰国呀 只有几条航线 那么未来航线开放 跨境旅游的人增加了 那么对Fly Center呢 才是有一定的支持 那么同时呢 来澳洲的美国人也会增加 因为美元强 来澳洲旅游成本低 那么欧洲可能市场就会减弱 总体来讲的话 Fly Center的股价呢 如果是在数澳币以下的话 还是有不错的买入机会 但是长期的话 如果升到20以上 那么大家呢 就可以考虑卖出 因为旅游业在这几年变化 或者说是变数 依旧会比较大 看风险的能力呢 会相对比较弱一些 那么对于华人 另外一家比较熟悉的公司 是邪城 邪城在香港美国都有上市 大家也非常熟悉 我们也是可以在购买市场 购买邪城的股票 还是中国在线旅游的龙头 业务也会覆盖的非常广泛 像机票啊 酒店度假啊 商业旅行啊 都有 那么受疫情的影响 同样 邪城的利润也是出现了回落 那么在今年和去年 股价也是从40多 一路跌到了20多美金 但是呢 目前已经出现了小幅度的反弹 因为呢 中国的旅游啊 这个业务市场是比较巨大的 很多邪城的目标客户呢 他不是传统的跟团游客 而是经常出差 喜欢旅游的这群人群啊 那么这部分群体呢 是比较稳定的 也符合未来人们对旅游需求 包括定制花呀 私密性的这种要求 那么中国市场的旅游业务 也增速非常快 每年都在10%以上的增速 那么同样 在线旅游的渗透率呢 还有很大的空间 像美国在线旅游的渗透率 是高达70% 澳洲呢 也是比较高的啊 大家基本上都是上网去查票啊 去抱团啊 或者说是去参加 一些定 或者自己去订酒店啊 那么中国这部分就很弱了 中国在线的旅游业务渗透率 只有20%左右 所以说 鞋程有着中国行业 天然的成长优势 那么同样在资本市场上 鞋程也比较善于并购啊 他在之前跟百度也发生过换股 那么通过资本市场的增发股票 可转债等等形式 不断低成本的扩张 所以呢 对公司的未来发展 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那么最后呢 因为澳元对日元升值比较快啊 从疫情期间啊 最低是60多到现在的90多的汇率 使得我们华人也好 澳洲啊 本地的 只要咱们有澳币啊 去日本的成本就降低了很多 降低了接近40%左右 所以跨境旅游的话 日本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么在 最新7月26号 日本央行会议纪要上面来说的话 依旧是确认啊 目前宽松政策 货币宽松政策是不变的 所以呢 也就意味着在9月份之前 日元是很难变得强势的 那么大家呢 也就是有非常不错的 换日元的一个时间周期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想要获得更多资讯 欢迎联系我们的同事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